二十五号才刚下飞机 寿风乡乡长曾淑义 二十六号一早就感到毁损 封闭的桥梁堪灾 出国考察的这几天就被批评 灾害没处理好 人就在日本开心的玩 日前寿风乡乡长曾淑义 就被网友控诉 四月三号大地震至今 连续两次没有成立灾害应变中心 更控诉寿风乡不断有明显大地震 但灾害电话没人接听 打改乡长曾淑义才得知 原来乡长上次灾害 还没处理好人 就在日本爽玩 强调考察不是临时绝地的 这一次受风乡十三人 鸣鼓烤茶团三月份开标 六天五夜行程 绝标金额八十五万八千元 但出国恰逢地震频繁期 也引发民怨 出国考察有先例 过去就曾以农金观光美食文化为目标 前往北海道 但其中的考察行程就被抓包 一字不改旅行社的内容 不仅如此 过去一百零八年到加拿大考察 其中的考察报告的景点介绍 在网路上可以查到相同关键字 因此也被外界批评 连学生的邮寄都比这还要认真 如今乡长迅速回到岗位 但究竟在花莲余政不断考察的绿能观光 是否能助于受风乡的改变 也被外界放大检视 三地新闻 刘宁群 换场报道